嗨 大家好 我是阿希莉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看到標題你應該知道今天要講什麼話題了吧 雖然過去我做了不少關於新手如何踏入健身房 要如何開始的影片 但是陸續還是有很多新的SUGAR加入到我的頻道 看到我的影片 所以今天這幾年我就以我自身的過去經驗來跟你們分享 如果你有意加入健身房或是加入運動的行列 首先你要先知道你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你追求的是什麼 是體力的提升 讓你有更好的精神 有好的身材 提升你的心肺功能 提高你的運動表現 甚至你是想要提升你自己的力量 以上所說的這些不同目標 在執行上面都有一些些的小區別 那今天呢 我就以我自己的狀況來跟你們分享 當時我會踏入健身房 其實就是一個很膚淺的理由 我想要變美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頓悟 是因為我開始發現我自己的身材 我自己的皮膚狀況已經開始失控了 已經敵不過歲月的摧殘 我吃的可能沒有比較多 但是我的肚子上面的游泳圈卻越來越大坨 然後我的屁股也是垂到一個 中方形 又扁又方 於是我下定決心加入健身房 但是你們知道嗎 我是一個完全不運動的人 我是那種體育課就會躲在樹蔭下面乘涼 我的大學體育課還被當掉 所以對於我這種可以說完全沒有運動經驗的人 踏入健身房 你們知道那心裡需要多大的勇氣嗎 然後我踏入那邊的時候 我覺得好多的不安全感 好多的不自信 好多的不確定性 然後看到眼花撩亂的器材 我根本不知道要如何開始 但是呢 我總不能來到這邊 然後就轉頭回家對吧 我什麼都不會做 但我總會走路 總會跑步吧 於是我就選了一台有氧級 然後上去開始跑 就這樣子連續了好幾個星期 我在回頭檢視我自己的狀況 檢視我的身材 檢視我的體重的時候 我發現沒有什麼改變啊 於是我就開始檢討 是不是我的方法錯了 我想要的目標 跟我正在前進的路 根本不是同一個方向 於是呢 我開始做功課 開始找資料 開始問人 我現在已經健身四年了 不算是新手 但是我今天剛好要去一家 新開的健身工廠 裡面有一些我從來沒有碰過的器材 扮演一日新手 這也是這支影片的來源 我去那邊 然後體驗那些完全陌生的器材 是不是就讓我想 欸 這或許可以拍成一支這樣的影片 跟你們分享 踏入健身房 你需要做的心理建設 其實大家去健身房 不外乎是想要獲得 一個健康的身體 或者是一個好的身材 你看到那些練得很厲害的人 他們也都是從新手開始的 所以不需要在乎別人的眼光 以前我剛到健身房的時候 就覺得很不自在 然後自己不屬於那邊 甚至會覺得說好像很多人在看我 但是呢 一直到了我現在累積了這麼多年的訓練經驗 健身房的經歷 我有一個體悟 發覺過去我誤會了 大家都在認真的訓練 誰有空管你在幹嘛 誰有空管你是誰 但是如果你真的發現 你真的看到有一些眼神 在你身上停留的特別久 不用懷疑 他只是覺得你很順 你回想一下 以前你剛去學校 或是你剛去一個新的公司上班的時候 前面幾天 你是不是有各種焦慮 各種不安 然後各種緊張 但你現在回頭看 會不會覺得當時是自己想太多 健身房也是一樣的道理 你會慢慢的熟悉那個環境 然後慢慢的熟悉 每一個器材 每一個動作 該怎麼使用 回到我剛剛的故事 我那個時候體脂大概是30% 然後我想要對抗的是地心引力 我想要讓自己不要吃一點點東西就發胖 然後目標體態是 肉朵型的身材 但是呢 就在我做功課研究之後 我才發現到說 我的體態目標 根本不是要上跑步機 根本不是要去做有氧 而是要做多一點的主力訓練 我的目標應該是要增加肌肉 提高我的代謝 所以這集影片呢 我就會以一個想要增加肌肉量 製造肌肥大的一個角度 去分享你去健身房 應該要怎麼做 要增加肌肉量呢 你要做的是主力訓練 那在主力重量訓練以前呢 可以的話呢 請先暖身 暖身的好處是 它可以讓你的體溫升高 減少你受傷的風險 尤其你是初學者的話 我個人建議暖身是一定要確實的把它做好 那暖身你不知道怎麼做的話呢 你可以上跑步機上滑步機 等等的有氧器材 持續個10分鐘 先讓身體暖和起來 那如果你有興趣知道 我在健身房是怎麼暖身的 請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之後可以做一系列的暖身影片 器材呢有分很多種 當然機械式跟自由重量 它們有各自的優缺點 那如果你沒有預算請專業的健身教練 又是一個零訓練基礎的朋友的話 一開始請先做固定的器械 會比較容易上手 比較安全 然後也方便你練習 目標肌肉發力 OK暖身結束了 那暖身結束後 你看到這麼多陌生的器材 到底該怎麼辦 首先呢 恭喜你是喜悅 恭喜你是我的粉絲 恭喜你看到這集影片 在你看下去以前呢 請先幫我按下右下角 右下角 我每次都搞不清楚 反正你幫我按下右下角的訂閱按鈕 再繼續看下去 其實呢大部分的健身房的 每個機器上面 它們都有一個說明的資訊卡 目前呢 我也在籌備兩個八週健身企劃的菜單 裡面會包含所有的動作說明 但是在我推出以前 大家如果對動作沒有概念的話呢 可以請教Google大神 跟YouTube大神 上面有非常多的資訊 可以提供你做參考 那當你慢慢的了解動作如何操作後呢 請記得一定要去嘗試 不要害怕 先從輕重量開始 然後當你感覺到 你慢慢的熟悉這個動作之後呢 再慢慢的往上低整重量 基本上大部分的動作 都是依照身體正常結構排列去維持的 脊椎基本上是保持中立的 那如果你還是不放心呢 可以請厲害的朋友幫你看動作 或是禮貌性的詢問健身房看起來很厲害的人 再來在健身房你應該穿什麼 個人認為你要穿一個你自在的服裝 你平常穿起來覺得很舒服 感到很自信的衣服 但是當然要適合健身房的啦 你要穿柔軟的衣褲 會稀濕排汗的Leggings 運動鞋 千萬不要穿什麼短裙 或是牛仔褲去健身房 你應該會被趕出去 那去健身房你要帶什麼呢 一定要帶上一個水壺 你可以在訓練的過程中補充你的水分 那還有一個就是小毛巾 毛巾呢可以擦汗 你也可以墊在器材上面 不過我自己是非常的少用毛巾啦 因為我也不太流汗 然後我去了健身房也都還蠻乾淨的 使用完器材 大家都會有酒精做消毒 再來就是一些防護輔助的工具 例如手套拉力帶 護膝腰帶這類的 我個人覺得 你如果剛加入健身房 你可以先考慮手套 畢竟我們女生就是會比較在意 自己手上有沒有長繭嘛 那如果要保護你的御手 你可以去買一個訓練的手套 那至於像什麼拉力帶 帶來腰帶 互繫互肘這種 我覺得當你越來越厲害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你自己 需不需要這樣的東西 再來最後一點 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準備好你的訓練菜單內容 為什麼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呢 因為我覺得這樣 你在出門以前 你先把這些東西都準備好 到那邊你會更有自信 知道自己要幹嘛 然後直接很準確的走到你要的位置 然後你知道你自己這個動作 要做幾足幾下 心裡會比較踏實 才不至於說你做完一個動作 做完之後想說 欸啊等一下要幹嘛 然後結果就回家了 如果你沒有固定的課表的話 我之後會推出一個變身計畫 跟神力女超人計畫的完整訓練菜單 但是在這兩個計畫正式上線以前呢 你可以先去看我以前的影片 有見女人計畫 有翹臀菜單 也有各種各部位的訓練 甚至你也可以在我的Instagram上面 看到一些簡短的訓練菜單 或是你可以再度的找YouTube 或是Google大神 總之我覺得你要在去以前 先準備好你的訓練菜單 做一個事前的準備 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啦那這就是我今天在健身工廠 使用新器材玩耍的畫面 覺得還蠻好玩的 有一些新的器材會讓你 有一些處女肌肉被開發的感覺 也希望今天這個新手進入健身房 該怎麼做的影片對你有幫助 也非常歡迎你 分享給你需要的朋友 然後記得幫我點一個讚 我們下次見 Peace 為我們 нек會穿北 burned 就好 字幕會做reich他 對你有投入 到跟你不好 可以吃 就是她